它是要收手续费的 它主要分为这三方面 首先我们来讲佣金 也就是说我们在证券公司开户 对吧 证券公司要收我们手续费 那么这个手续费有高有低 一般来说 各券商制定是成交金额的1800到1300之间 一般买卖都是成交总额的 这个签一 不足五块 按五块收 这边讲的是佣金的签一 那这个是 这其实是很久之前的佣金是签一了 你当你得这个每一笔交易 这个佣金不足五块 是按五块 一般来说一万块钱以下 对吧 你这个不够 那么会算五块 那么现在行业内 平均的佣金 在万二点五左右 如果你资金量比较大 交易比较频繁 比较活跃 佣金可以给你很低 一般来说最低可以给到万一点五 甚至更低 给到这边我们看 可以万八 对吧 这是万八 刚刚的千三万八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万一点五就是 0.05是更低的 这个呢 根据你的这个交易 规模 大家如果想要低佣金呢 可以跟团账联系 在视频下方留言 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是佣金的费用 第二个呢 是 印花税 这个呢 买的时候呢 是零 因为我买股票的时候 是没有印花税的 不管你买多少 没有 那在你卖出股票的时候呢 是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 这是永远不变 那你想 这个 卖出的印花税还挺高 千一 对吧 你有一千万 就一万 你卖出了一千万的成交量 就要一万的 印花税 第二个 第三个呢 费用的就是过户费 股票嘛 买卖卖出 你是从别的手上买过来的 或者你卖给了别人 这是有过户费的 上证的收取呢 买和卖呢 都是成交股数的 这个 千分之零点六 也就是万六 深圳呢 是不收过户费 就只有上交所 才收过户费 同时呢 它是万六 买卖 卖出买入 都收 所以你的 股票交易的费用 就包括这三部分 所以当你去 看你今年 到底花了多少 手续费 印花税的时候 去看你的交割单 你可以看到这些点 然后去衡量一下 你这一年 到底 为券商 为国家 交有多少费用 因为手续的成本呢 对一些短线投资者来说 也是非常 客观的 你频繁交易 自己交的费用 是不低的 这是股票交易的费用 那么本节课呢 A股市场交易的这个规则呢 到此 结束 我们下节课呢 将讲盘面 和盘口 一些相关名词的解释 给大家更多的这个了解 我们下节课呢